接下來要上個東西做備備就好 生活中的氧化還原反應 第一個叫鐵生鏽 鐵生鏽是鐵氧化變成氧化鐵 通常是氧化鐵有很多種 通常是三氧化二體 所以鐵加氧變成三氧化二體 這裡還是可以判斷誰是氧化劑誰是還原劑 誰是氧化劑啊 氧 老師說有氧的叫做氧化劑 誰有氧啊 氧有氧 誰氧化劑叫做 還原劑叫做 你們冬天很冷 這個很暖暖包 現在的一般的暖暖包裡面的 主要的發熱的東西就是鐵粉 因為讓它鐵去氧化然後放熱 所以產生暖暖包的效果 可是裡面除了鐵之外 通常會放點鹽巴或放還有放一些水 但是這個鹽巴跟水是當作所謂的幫助它促進鐵氧化的 讓它能夠比較快的發生氧化作用 那裡面除了就是它可能有的會有矽膠 有的會有活性炭或者什麼製食之類的 那個東西叫做保水劑 就是因為你不可能 你不可能把裡面是一堆水晃來晃去啊 所以要把那個水包在那個裡面 包在那個活性炭裡面 包在那個矽膠裡面 所以有這些東西 那基本上就是鐵氧化放熱 鐵氧化放熱 呼吸作用 生物老師教過了 呼吸作用是吸收氧放出二氧化碳 光合作用是吸收二氧化碳放出氧 然後吸進來之後 跟葡萄糖作用 跟葡萄糖作用 然後呢 啪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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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生水跟二氧化碳產生能量 放熱產生能量 然後你可以活動 然後這裡誰是氧化氣完蛋 前面這個也有氧 後面那個也有氧 那誰是氧化劑呢 都是氧化劑 你跟氧作用 我加氧 叫做我氧化 氧讓我氧化 聽懂意思嗎 氧讓我氧化 氧讓我氧化 所以氧叫做氧化劑 本身自己還原 還原劑就是 好 就是呼吸作用 呼吸作用 再來是氧化劑 氧化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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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的氧化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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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必用氧化作用 把那個髒東西 反應掉 去除掉 弄掉 弄掉 OK 那洗衣服用的氧化劑 有兩種系列 一種是含氯系列的 赤氯酸鈍 一種是含氧系列的 過氧化劑 就漂白效果而言 綠系列的漂白效果比較好 所以它也不太適合用來漂白有顏色的衣服 因為怕把你衣服的顏色都弄掉了 那含氧系列的漂白效果稍微差一點 但是就可以用來洗那個 有顏色的衣服 有顏色的衣服 有氯系列跟氧系列 你去那個賣場看就知道了 它有氏氯酸鈍的 還有過氧化氫系列 過氧化氫系列 那漂白效果你使用注意 放在陰涼的地方 避免它曬曬變質 然後西式漂白效果可以喇喇 然後可以用來殺菌 消毒 然後之類的 然後注意一下不要碰到你的手 不要碰到眼睛 保護皮膚 如果碰到有不好感 就大量清水沖洗 然後去醫院看一看 稀釋完的漂白機可以下次再用 但是不要亂丟 免得你丟到河裡面會造成河酸污染 下一個是一個重點 家裡面有一些酸性的東西 不要去含氯系列的東西 氯系列的漂白器混在一起 它會產生有毒的氯氣 這個呢 第一個叫柯南演過 柯南演過 它就是密室殺人世界 為什麼死在裡面 就是這樣做的 就是這樣做的 好 然後呢上次網路上 你看那個新聞 有人就聽了那個建議說 這樣這樣做可以幫忙殺蟲 驅蟲什麼殺老鼠幹嘛 居然家裡面去弄 你弄弄完之後自己拆些死在裡面 因為就產生了有毒的氯性 有毒的氯性 所以呢 家裡面的酸性 如果你的漂白鏡是氯系列的 含氯系列的 次氯酸辣系列的 不要跟你家裡的酸的東西碰在一起 那不然的話你就可能會 發生一點小問題 它會產生有毒的氯性 它會產生有毒的氯性 那如果你又沒有跑出去的話 你就可能會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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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另外一個就是有人考過的 因為不太一樣 因為不太一樣 所以有人考過 就是那個竹筷子啊 竹筷子 免洗筷啊 免洗筷或金針菇啊 也要漂白 它漂白的是用二氧化硫 可是這裡的二氧化硫是當還原劑 因為剛剛跟你講過了 別的漂白就當什麼劑 氧化劑 可是這條氧化硫是當作還原劑 所以它不太一樣 所以有人會考你 問它做什麼用的 它是當還原劑用的 漂白除筷子那種二氧化硫 OK 這些叫做天然的抗氧化劑 天然的抗氧化劑 天然的 貝塔胡蘿坡是維他命C 維他命E 天然的抗氧化劑 它就可以抵抗氧化 讓東西不容易氧化 也就是不容易腐敗 也就是可以當作天然的防腐劑 來看天然的防腐劑 所以放在裡面 減緩藥品的東西的氧化 減少食物的氧化 可以延長保存期限 你回去看你買的泡麵 看你買的泡麵 上面都常寫說添加維他命E 為什麼 就是要防腐 然後防腐 那為什麼是維他命E 因為維他命E是脂溶性的 融魚油脂類 然後他們泡麵基本上是油炸的 所以裡面有油 所以防腐劑他命E 那你可能要提到一個自由基 自由基 抵抗自由基 自由基就是一個不成對電子 單獨個一顆三顆的單獨的電子 它就因為我只有一個單獨很孤單 所以我就每一次都喜歡搶人家的電子過來 讓我變得滿足一下 所以就讓別人會發生一些氧化反應 就會產生一些問題 好像只有一種自由基是好的 其他自由基都是壞的 都會造成你生一些慢性疾病啊 blablabla之類的問題 就產生一些狀況 所以現在很多喜歡什麼 抗自由基產品啊 抗自由基產品 然後保護你啊 人體本來就可以自然產生一些抗自由基的東西 天然的食物裡面也有很多抗自由基的 像這裡寫的茄紅素 現在沒有那麼流行 前幾年很流行那個什麼 艾滋味蕃茄滋 就是因為裡面有很好很多的茄紅素 茄紅素 然後可以抗自由基 可以身體保健 可以身體保健 就像茄紅素 它是一個很好的天然的抗自由基的東西 然後呢 所以基本上搶電子 搶電子就是把人家的電子搶過來 對你不好 反過來給電子就比較好一點對不對 所以最近很流行負離子啊 怎麼連什麼電風扇什麼都還 就什麼負離子的那種 就希望多吹出一些電子 多吹出一些電子 對你身體會比較好一點 好 瀑布的旁邊 瀑布的旁邊 也有很多的負離子 所以沒事去樓山玩水啊 身體裡面吸收芬多精啊 去瀑布裡面走一走看看啊 可是對你的身體是好的 OK 最後一個 現在 最後一個現在不教 三年級才會教 三年級才會教 電解電池也都是氧化還原反應 但是我們要到三年級才會教你 我們三年級再說 請問有人有問題嗎 很好 謝謝客人練習